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技术视频 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 有您的支持 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是非常的感谢 好 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BUTOS TRUS V 小式牛刀 上一期咱们拿VOE3 式的是牛刀 是吧 今天咱不能闲着 咱们再试试BUTOS TRUS V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今天的知识点 咱们稍等 这个课件写错了 不好意思 BUTOS TRUS V Beta版 应该说是Alpha版的初体验都该怎么做 这个是它的官网 咱们访问一下 我小马视频技术频道曾经做过BUTOS TRUS V 3的视频 做过BUTOS TRUS V 4的视频 这看起来又要做5的视频了 咱们访问一下哦 首先说我个人是非常喜欢BUTOS TRUS V 4 没有质疑 Soulos这个CSI框架当中最喜欢的就是它 大家请看 这图标变了 变得也是非常的漂亮 清新 这个风格真的感觉又到了这个BUTOS TRUS V 的季节咯 大家请看 目前是这个AlphaE AlphaE也能用 好不好 今天咱们就用一用 感觉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清新 这个配色我是非常的喜欢 那在咱们 我给你演示这个具体的使用方法之前 今天咱们先看一看 这个BUTOS TRUS V 5 它都有哪些个注目点 改变哪些个主要的内容呢 咱们看一下啊 我给你总结了几个 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 第一 它取消了JQuery的依赖 以前我也非常的烦 为什么 因为我一般都是这个BUTOS TRUS V 4的开发 它非给我加几个这个JQuery的插件 谁用你 对不对 现在的时代都是这个VOE React Angular 的时代 用GUE的公司啊 或者说这个项目啊 凤毛麟角 不能说没有啊 凤毛麟角 比如说 我的公司现在就在用这个JQuery啊 我一直体验用VOE 正在体验当中 如果是下次再购注的话 肯定会用VOE啊 好 首先说 它取消了JQuery的依赖 这个是我举双手加双脚的赞成啊 真的是应该取消掉 接下来 它能 但是它还支持自己JavaScript的插件 换句话说 它提供插件 它是完全自己的JS的实现 好不好 接下来 停止IE的支持 这个我也是非常的推荐 你用AGE 对吧 你也不要再支持IE了 对不对 接下来 它支持CSS自定制属性 这个今后我想会给您开BS5的课程 会给您讲到啊 包括VOE3的课程 我也会开 好 接下来 网格系统增强 咱们用BuddleStrap 起码对我来说 用BuddleStrap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它强大的网格系统 真的是太棒了 帮咱们组织页面的布局 同时可以这个响应式的显示 太棒 太棒 没有质疑 接下来FORM组件的增强 然后呢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图标库 是这样啊 BS3是提供 到BS4它不提供了 是吧 它让咱用这个第三方的去 到了这个BS5的时候 它又提供了 咱们赶紧访问一下哦 我是希望它能够提供 但是它这次提供的库啊 都是这个SVG类型啊 实量类型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网站嘛 大家请看 给它们提供这么多库嘛 对吧 多用牛毛 对吧 一会呢 我也会下载这些库 好吧 下面还不显示了 OK 这就是大概它的注目点 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小的细节 但是我呢 给您总结出来几个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地方 好不好 接下来咱们先少去 马上下载一个Bootstrap5 用这个网址 其实都是一个网站啊 好 咱们点击这个下载的地方 Download 好 正在下载 然后 然后咱们再进入它的图标网站 我再给您下载它几个图标 其实图标网站 用这个URG进也行 点质进也行 一回事儿 这个地方有一个安装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个下载 咱们点击一页下载 然后进入到这个 它这个下载啊 图标下载啊 它是去它这个Github 那Github咱们找现在是100的α5的版本 是吧 α5代表什么啊 代表进入的API有可能会变动了 今天咱们只仅是简单的用用 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可以点击下载吧 对吧 咱们点击下载哦 OK 下载完之后 咱们开一个本地的窗口 我应该是放到这个地方 好 这两个我都把它拷贝到咱的工作文件夹 我看啊 这直接点拷贝 然后我的工作文件夹一般是这个work 对吧 咱们放到这儿 然后把它挤压缩 怎么这么麻烦呢 我看 我能不能记右键 挤压缩 OK 咱们形成了两个文件夹 咱们看一下啊 一个是Budelstrap 对吧 一个是icon图标 大家请看 带了这么多图标 没问题啊 还有4k 8k 非常不错啊 有趣的朋友呢 您可以把它都看一看 然后您都可以非常快速的应用到您的这个项目当中 那么咱们干什么 咱们今天就简单的使用这个BS5 咱们先把它运行起来 跑起来 看到效果 然后今后呢 我可以做课程专门给您一个一个细节 教我一个细节讲解 好不好 OK 我本地开一个窗口 这窗里面咱们什么都不做 就直接进入我的工作文件夹 然后咱们再开一个VSCode OK 在这个里面 咱们新建一个文件 好吧 咱们就叫做index.html 没问题吧 然后呢 是这样 我的课件当中啊 给您简单的准备了一段这个BS5的代码 我都已经调整过了 咱们把它拷备过来 具体细节咱们以后一点点的开课程讲啊 考过来之后 我看看有没有几个需要给您提醒注意的地方 首先 哎 首先一上来 这个页面描述 然后呢 这个 这一行非常重要啊 这一行对于您那个多中端的显示 这一行非常重要 所以这行一定要加啊 UTF8 这没有问题 这个大家请看 这个是因为 我刚才把这个BS5的代码解压缩之后 放到了这个地方 对吧 然后我这个引用它里面的这个CSS文件 对吧 OK 所以说我引用是一个最小化的文件 因为它最快嘛 然后同样在整个这个代码最下边 我引用了一个它的所有的GS文件 也就是说这个BS5跟4一样 有两套 第一呢 您需要include进来一个CSS的样式单 第二 要include一个这个GS的代码 这样呢 来保证它这些页面上一些个动态的效果 这地方大家请看 我引用的是这个bundle 这bundle是什么意思 bundle就是说 把它内部所有插件的功能 全部打包成这一个文件 您input这一个文件 就足够了 就可以使用这个BS5所有的功能 好不好 所以这地方我推荐您使用这个bundle bundle在哪 咱们看一下 bundle就在这个文件夹下 就有这么一个bundle 没有问题吧 OK 就是它了 好 那么咱们这个文件都引用进来之后 这里面关于这个BS5代码的细节 我不给您讲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好不好 我这儿充个盘啊 我这s键起不来了 烦人啊 我这键盘啊 所有键都听话 唯独这s键不听话 好 我现在本地开一个http的server 对吧 这个httpserver就指向我当前的工作文件夹 那咱们运行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画面就是我刚才给您建立的这个文件 对吧 就是这个文件 比如说咱再加点内容 让您看得更清楚一点 比如说 这个地方我加上一个 咱不叫这个naviva了 叫这个coma video 可以吧 回来之后刷新 大家请看coma video 对吧 这是咱们的菜单 对吧 这个是几个按钮 这里面我简单加了一点这个js的脚本 然后其他的都不能点 这是第一个按钮可以点 ok 然后呢 下面是这个容器 包括这个单元格grade的布局 包括一些简单的这个表单 大家看起来 然后下面是它这个 下面是它这个整个这个页面的页角 我这页角采用的是固定页角 大家请看 这是页角部分 哎 非常清新脱俗 脱俗不敢当 非常清新啊 然后咱们看一下 我把这个放大一点 大家请看这个画面这个布局的动态效果 缩小一点 注意看 流局过来了 然后这sr超大屏幕过来了 再接下来 烧大屏也过来了 然后呢 大屏过来了 然后是这个平板电脑过来了 然后小手机也过来了 ok 大家请看 是吧 这样会是动态显示各种布局的效果嘛 对吧 包括下面的这些个单元grade的组织 该放到什么地方 您这个内容放到左边 放到右边 放到中间 然后加几个这个位移像素 都可以实现 ok 这个简单的演示 让您知道这个bs5啊 也能够怎么说呢 完成一些个这个非常漂亮的页面的布局 但是我呢 简单的看一下它内部的这个代码 我感觉 个人感觉 我认为跟bs4的差别不是很大 你看 像类似这种地方 不是很大 它虽然有它自己一些独特的内容吧 我今后呢 会给您做视频一点点的去讲解 然后呢 同时我也可以把bs4拿出来 咱们看一下 就是它哪里有相同的 哪里不同的 但是我感觉呢 大同小异 它并不像VUE2跟VUE3的变化这么的大 它虽然有变化 但是没有VUE变化这么大 就算不这么大吧 我感觉 所以作为咱们的学习来说呢 了解bs5肯定是今后的一个方向 以后在我公司采用这个项目采用的话 我认为更多的会采用bs5 但然后呢 咱们就等待它正式把它发布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您可以下载 按照我这个视频的步骤 您本地也装一个 也运行一下 好不好 看看能不能出来 另外再说一句 这个上面呢 我现在没有加图标 您也可以引用刚才的咱们加的那一大堆图标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相对的图标 因为咱们的路径是相对的图标 所以说您在这地方 以这个image的方式 就可以引用到这些个图标 比如说您在这按钮中加图标 都是没有问题 好不好 咱们先少计 如果喜欢我BS5课程的话呢 我今后可以给您带来更多的关于BS5的课程 希望您能够喜欢 好吧 OK 那这期节目就这样了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吧 拜拜